大飛彎天下 TipTok被美國指涉及資安風險 他的執行長 即CEO周秀之 在星期四前往美國眾議院能源和商業委員會作證 做到兩黨議員輪番嚴厲的評擊 美國主流媒體以敲問來形容這次的會議氣氛 在大約五個小時的聽證會上的TipTok和他母公司 中國互聯網巨頭字節跳動的關係 以及中國對該平台可能存在的影響 都成為議員追問的焦點 即使周秀之多番否認 但議員都不相信他的辯解 過去一年美國情報部門和多家媒體 已經詳細披露TipTok社交平台設置有後門 令用戶的數據直接送到中國大陸 沒錯這個聽證會說就兇狠 但做其實不會對TipTok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TipTok在這個聽證會中 他用了兩個條件 將整個問題化解了 第一 他說既然你覺得我有後門 我就在美國設立一個數據庫 是不是 你怕我洩漏給中國 這樣我就在這裏開個數據庫 是不是 將所有的東西放在這裏 這樣你們放心 至於監管問題 這樣我們出錢 請監管的人員 確保你的安全 這樣就未化解了這些問題 對不對 即是說不用剝離 什麼事都沒有 事實上 如果要對付TipTok 根本上以現在的美國的現有法例 是不可以做得到 而更重要 就是也都不能夠真真正正立法去對付到他 他說大肥 你是不是瘋了 怎麼會對付不到他 我舉個例子 你有什麼法例可以令到 現在這些互聯網 這些社交媒體屈服 連他們本身 最主要的言論自由 也都受到保護 當日特朗普要這樣做這樣做 他要TipTok more 只不過是一個行政命令 做不做到就知道 而最重要的 不如你賣掉它吧 賣掉它 但當日 都搞了很久 拜登反水 現在再來一次 那我問你了 你的法例依據是什麼 有間公司在你美國進行 那你說你大數據 你怕洩露國安國資 那我就把數據交給 在美國那裡監管 那最大問題就是我出錢監管 即是說我告訴你 我的數據不會傳回去中共的了 是不是這樣說 即是自己監管自己 那你說不行了 你又要特地找個監管部門去監管它 這個只可以做一些叫做調查 不能夠成為真正的法案 即是說 TipTok就受制 基本上去完這個聽證會 它的後果都不嚴重 如果真的可以的話 打了它下來 立法 為什麼 因為牽涉的就是美國人的言論自由 你只能夠逼令它 就是說它受監管 而監管是誰先 現在張秀芝說 我行 我們成立一個監管部門 監管它確保到 你們的大數據 不會傳送中共 而中共外交部也都是這樣說 我們不會做這些事情的 你信不信 反正我信了 但是 既然這樣 又沒有法例可以規管它 甚至它用社交平台 就像Facebook 和推特一樣 有美國的法例的保護網 這樣你就不能夠單單 只是對這間公司 你要的話 你就要廢除了 保護這些這樣的互聯網 這些這樣的保護言論自由的平台 要取消這條法例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 這樣推特 Google 面書又肯不肯呢 因為你不能夠那條法 就是對付其中一間公司 那個問題所在在這裡 這樣 當日的特朗普 或者蓬佩奧 甚至余茂春 它說了真正可以對付到中共的東西 是這一點 是什麼 它做什麼 你做什麼 其實我之前都跟大家說過 只要它做什麼 你做什麼 中共就受不了 那怎麼可以搞定TikTok 用商業條例來講 怎麼知道商業條例呢 就是因為中共不容許YouTube Google Facebook 推特 在中國 營運 這樣根據對等條例 也都可以用這樣的角度 用這樣的商務法例 就是既然我的 我的網絡社交平台 不能夠在你中共登陸 這樣的社交和網絡平台 都不可以在美國登陸 用貿易戰的方式 將TikTok踢走 這個才是真實的 現在你看到 看到什麼 看到就是州的法例 還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東西出來 都是講的說話 就是公務員 或者這一類的不能夠營運 除此之外 你見不到有任何一些真真正正的措施 是可以威脅到TikTok 當然現在一刀切 就是有州份 已經開始說 哎呀 對小孩子不好 不要看這些短片 那怎麼辦 到最後你只能夠就是16歲 或者18歲以下 連IG都抹殺 即是說連Instagram都不讓他撞 除此之外 你見不到你對TikTok有幾大影響 反而用商業的角度 這樣 中共 才會真真正正 受到威脅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最終Share 訂閱科金看廣告 可以的話 加入會員和比賽 大肥安天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那當然 很多人會很高興 哎呀你看TikTok 如果TikTok要剝離的話 我相信漫漫長路 不是好像那些 哎呀TikTok 沒有啦沒有啦 等一下先 真正能夠令到TikTok跪在這裡的 只有剛才我所說 拜拜